西方好心提醒中国,肩负20和航母太贵应该少造,专家,咱养不起。 近几年我国发展迅速,不仅是经济和科技方面,军事方面也是如此。 我国的日历强大对西方国家而言,这是一种威胁,于是他们开始对中国软硬兼施。 先是很强硬地进行封锁,后来发现中国反而态度变得更为强硬,所以开始用软的,苦口婆心地劝说中国,发起航母等军事武器乌庸论。 其实这一招美国最早用在苏联身上,在美苏争霸时期,苏联的军事发展速度快于美国,美国深感威胁,于是开始派人四处散播核武器无用论,好心告知苏联这样只会被军费拖垮,所以应当立即消核武器。 如今,历史重演,美国建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发展迅速,又开始呼吁中国放弃航母和肩负二十的发展,理由和之前像苏联宣传的一样,需要花费高昂的军费,并且强调了多次。 美国称自己已经在减少军费开支了,看似好像很有说服力的样子,事实上,美国的军费每年并没有在减少,反而一直在增加。 一直向我国宣传航母无用论,自己却在悲得里研发新一代和动力航母。 我这个配角表演也是十分的到位,有模有样的,但是我国有自己的想法,谁也无法左右。 美军在被媒体采访时表示快被十一艘航母给拖垮掉了,航母不仅造价高,维护费用也是惊人的。 在被采访的同时,也不忘提醒中国最好停止建造,否则后悔莫及。 美国建中国对航母无用论好像不予理睬,又开始提出肩负二是无用论了,又是造价高会拖垮军队的理由。 但是我国的军事专家态度很明确,表示建造这些军事装备都是我们自己的事,与他人无关,而且我们能养得起。 航母和肩负二是中国的重要武器,不仅造,还会投入大量的资金造。 看到这些消息的我国网友也按捺不住了,称自己愿意把自己的平时的零花钱捐献出来为国际法恩军费,更是呼吁大家一起努力。 确实,想要建设美好祖国,是需要大家一起奋斗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